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产保险 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财产保险里面的第六奖 其他火灾保险里的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这是最后一项的其他火灾保险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节附加危险事故保险的概述 附加危险事故保险是民国61年在国内才开始开办 火灾保险为什么要展员陈保附加危险事故 它基本上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第一个是因为现有火灾保险的城堡范围过于狭窄 它已经无法满足被保险的需要 第二个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以及所得的增加 导致新型的危险层出不穷 现有的火灾保险我们都知道它只是列举式的为主 这些城堡的危险事故已经无法提供充分的城堡范围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保险业者 它希望借着扩大城堡的这个危险事故 以希望增加营业的收入 那第四个原因是因为保险业者的这个保险业务 竞争日益激烈的关系 保险人也就是保险业者 他力求简化及城堡手续的结果所造成的 那附加危险事故保险它的承保方式 在我们前面的讲次也稍微介绍过 它是以附加条款的方式 连贴在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单 或者商业火灾保险单上面 那目前我们国内保险业者所开办的 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目前归纳起来主要有11种 那我们可以看我们画面上的这张图表 那我们目前所开办的是 比如说第一项是爆炸保险 那第二项是地震保险 以至到第11项是地层下陷的这个保险 那以后的章节呢 我们会逐项介绍 那这里面呢 我们再看到这边 这里面所代表的圈是可以展颜加保的 至于这个差呢 是不需要展颜加保 那为什么不需要展颜加保 因为呢 这原本的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 或者商业火灾基本保险 当然里面呢 已经有城堡在内 所以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来 有圈有差有差 所以它所代表的意义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所谓的地震的保险 在地震保险里面呢 它有两大项 第一大项是地震保险 商业火灾保险适用 这种地震保险 另外一个是扩大的地震保险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适用这边 在扩大这边是打个圈圈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因为 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里面 它这个保单里面 也具有城堡的地震保险 所以呢 买了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的药本 如果它需要买地震保险 只要超过这个地震基本保险以上部分 这以上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 扩大的地震保险 这个在后面的讲次 我们会再更详细的说明 那至于地震保险 商业火灾保险适用这部分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商业火灾保险 并没有涵盖地震危险事故在内 所以要投保的话 直接就投保地震的保险 就好不需要再次扩 扩大的地震保险 所以从这个图表 我们就很清晰地看 了解我们这个附加保险的整个情况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介绍 我们 第二节要介绍的爆炸保险 那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要看它的承保范围 那爆炸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保险标地物呢 在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爆炸 所导致的这个毁损灭失呢 由保险的人来负赔偿责任 但是呢 下列的各项不属于这个附加条款 所称的爆炸 那这些项目有 第一个是震动 但是呢 由于爆炸所引起的震动 就不再此现 第二个是电弧的皱花 第三个叫水冲 水冲也有人叫做水锤 第一四项呢 是我们水管的这个爆炸或获列 第五个呢 是阴爆 换句话说 除这些以外 才是我们所谓的爆炸 那这些爆炸有外来的 也有内在的原因所导致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地震保险 那我们刚刚所介绍 它有两种条款 第一个条款是 商业火灾保险所适用的 地震保险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 它的承保范围 那这种保险所承保的是 保险标的在附加条款的 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地震 所导致的这个回省灭失 由保险人来付赔偿 整整这个保险 就是我们商业火灾保险 适用的地震保险 紧接着我们再看 住宅火灾保险适用的 扩大地震保险 它的承保范围呢 就跟商业火灾保险的 地震保险稍微不同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本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对于保险标的物呢 在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下列危险事故呢 发生毁损或者灭失 于扣除住宅地震 基本保险 几乎的这个部分 由保险人来付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 它是在填补呢 基本地震保险不足的部分 至于这些事故呢 它跟住宅火灾 及地震基本保险是相同的 它包括了第一项 地震的震动 第二项 地震引起的这个火灾 还有爆炸 那第三项呢 是地震引起的这个地层 下陷 滑动 开裂 绝口 那第四项 地震引起的这个海啸 海潮 高涨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这些事故呢 跟住宅火灾 及地震基本保险里面 地震基本保险的 城堡事故是相同的 另外比较特殊的是 前述这个事故 在连续168小时内 如果发生两次以上的时候 那视为同一次的地震事故 那这个的目的 主要是用在核扣 自我而自用 另外呢 下列的各项汇用 保险的人 他也要负赔偿责任 第一个呢 是清除的汇用 所谓清除的汇用是指 清除受损保险标的物的 残余物所产生的 这个必要汇用 第二个呢 是我们所谓 临时的住宿费用 那临时住宿费用 它每一事故的 赔偿限额的 每日最高是 新台币3000元整 但以呢 60天为限 那我们这个张级姐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请各位同学休息一下 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第四节 台风及洪水保险 同样的呢 我们仍然先介绍它的承保范围 那这个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对于保险标的物呢 在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台风或者洪水呢 所导致标的物的这个毁损或灭失呢 由保险人的负费责任 这这边所讲的这个台风 它有它的定义 它是指呢 中央呢 气象局就台湾地区 花布有陆上台风警报者为限 另外呢 所谓的洪水 它是指由海水 倒灌 河川 水道的水位突然的暴涨 患难 或者呢 豪雨的积水 导致呢 地面 沼水迅速淹没的现象 换言之 如果是一般的沟旗的涨水 所造成的损失 是不是在 是不在我们洪水保险的城堡范围内 那陆上台风警报如果解除后呢 再度发布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 就视为另外一次的事故 其次呢 在洪水退去 72小时以后呢 如果再度发生洪水的时候 视为另外一次的事故 那它之所以对时间有所限制 是为了将来扣除置物额有一个依据的标准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第五节航空气的坠落机动车辆的碰撞保险 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这个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对于保险标准的物呢 在本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航空气及其坠落物或在陆地上或轨道上行驶的这个机动车辆 所导致保险标的物的这个毁损面是由保险人来负赔偿责任 我们来看这个保险人由它的不保事项 我们逐项来说明 第一个是任何性质的这个附带损失 第二个呢 是被保险人所有或操作的这个航空气或机动车辆所导致的这个损失 第三个是围墙 以及呢 其大门走道或者草地呢 被机动车辆碰撞所导致的损失 那第四个呢 它是航空气呢 机动车辆及其所在物品的这个损失 都不在城堡的范围之内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 罢工暴动民众骚扰恶意破坏行为保险 这个保险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保险 基本上国内的药保人是比较少投保的 那我们仍然要介绍它的城堡范围 本保险的城堡范围是这样子 它所城堡的是对于保险标的物呢 在本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下列的危险事故呢 所导致的这个回损面是呢 由保险人来负责赔偿 第一个呢 是任何人参加捞乱公共安宁的这个行为 第二个呢 是因为治安当局为了镇压前项捞乱的这个行为 第三个是任何罢工者 为了扩大其罢工的这个故意行为 那第四个呢 是治安当局为了防止前项行为 所采取的这个行动 那第五个呢 是任何人 灰婴政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这个故意行为 可见的这个保险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七节恐怖主义保险 那这个保险也是相当新颖的一个保险 在911以后受到很多的药保人 保险业者的这个注意 我们再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那本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对于保险标的物呢 在本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恐怖主义者 为其组织或团体呢 应用爆炸或其他任何破坏行为 所导致的这个毁损灭失呢 由保险人来负赔偿责任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所谓呢 这个恐怖主义呢 它有一个定义 这个恐怖主义呢 它是指任何呢 个人或者团体 不论是单独或以任何组织 团体或政府机构共模 运用武力 暴力 恐吓 威胁 或者破坏等行为呢 以遂及政治 宗教 信仰 意识形态 或者其他类似意图的这个行为 或者呢 致使民众呢 或特定群众处于恐惧状态的 这种行情 都属于我们所谓的恐怖主义 紧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第八节 我们的自动消亡装置的渗透保险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保险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那这个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对于保险标的物呢 在这个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自动消防装置的意外渗漏 或者呢 喷射水 或者呢 其他的物质 或因其水源倒塌 崩溃 所导致的这个毁损灭失 由保险人来负赔偿责任 那前面所谈到的这个自动消防设备呢 它是指呢 第一个 比如洒水头 配管 发泪 水源 磅浮 压力水槽 警报装置 以及自备的这个消防水管等等 前述的各项 那它必须经常以自动或非自动的 消防设备 消防酸连接水管 以及配水管或水带呢 相连接 而形成一个消防系统 才是我们所谓自动消防设备 那我们这个张杰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那么请各位同学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讲座下面的保险 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九节的烟熏保险 那我们刚刚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11项的 这个附加危险事故表 那烟熏的保险 在我们的住宅及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 已经有承保在内 所以基本上会投保烟熏保险的 都是投保商业火灾保险的药保人 或者被保险 才会投保此种保险 当然我们也一样的 先介绍它的承保范围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烟熏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对于保险标的物 在附加条款的这个有效的期间内 直接因为意外的烟熏 所致的这个毁损或者灭失 由保险人来付赔偿的责任 在这里面在意外烟熏里面 它特别的强调是一种意外性的 那换言之 如果非意外性的烟熏呢 所导致的就不是我们这个烟熏保险的一个承保范围 所以我们在这个不保事项 对各种非意外性的烟熏 是不在承保范围之内的 我们来看它的不保事项 它的不保事项 第一个是任何性质的这个附带损失 其实任何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对任何附带损失都不在承保范围之内 第二个呢 是由于烹饪或者使用火炉 壁炉或者香炉所产生的这个烟熏 那这种烟熏是属于渐进式的 所谓的渐进式是长期累积下来 自然不构成我们所谓的意外烟熏 所以才把它排除掉 第三个是因为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所产生的烟熏 那这种烟熏的情况跟前面是有点相同 所以也可以把它排除在外面 另外呢 我们来介绍第四节 第十节我们所谓的水质的保险 那水质的保险看名称 它是很特殊的 所谓的水质的保险 它所承保的事 我们来看一下 它承保的事呢 对于保险的标的物呢 在附加条款的这个有效的期间内呢 直接因为下列几种的危险事故呢 所导致的这个毁损或者蔑视呢 由保险人来付赔偿的责任 那这几种危险事故的第一种 它包括呢水槽水管或者呢其他储水设备的破损 或者溢水这种情况所导致的损失 是不在城堡范围之内的 那第二种呢是指一切的供水设备 蒸汽管冷暖气及冷冻的设备 这个水蒸汽及意外的渗漏 它也不在城堡范围之内 第三个呢它是指 由雨水雪霜由屋顶或者门窗通气口 进入屋内的所造成的损失 也不在城堡范围之内 那第三种的这个不保在内 因为它跟台风风水险 可能会有产生重叠的情形 那保险单基本在设计的时候 它都会把重叠或者宠物逃跑的部分 把它剔除在外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十节 十一节我们所谓的窃盗保险 那窃盗保险是一个 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 比较了解的一种保险 那我们来看它的城堡范围 那虽然这种保险的城堡范围 一般人都能了解 那实际上它的复杂度 跟我们一般人了解的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来看它所城堡的是 对于保险标的物呢 在附加条款的这个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他人的不法侵入 自存保险标的物的处所 从事呢窃盗 所导致呢保险标的物的这个毁损灭市 由保险人来付赔偿责任 另外呢这个保险所城堡的不仅是 窃盗被窃的这个损失 另外它还要城堡自存那个保险 标的物的建筑物 因为呢遭受窃盗所致的这个损失 那保险人他也负赔偿责任 但是呢这个受损的这个建筑物 是以被保险所自由者为限 其实呢我们再来看 所谓的这个窃盗 它有它的定义 所谓的窃盗呢 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窃盗 是不完全相同的 窃盗保险所称的窃盗 它是指呢 除被保险或其家属或其受雇人 或其同住以外之任何人 之所以要这样的描述 是因为窃盗 它必须是第三人所造成 如果是跟被保险有关系的 这个形同一种坚守之道 所以在窃盗保险里面 就把它排除在外 那这些人呢 以外的人呢 企图获取不法的利益 毁越门窗床员墙员 或者呢其他的安全设备 并且侵入了自存保险标的物的处所 而从事呢 窃取抢夺或强盗的行为 我刚特别提示 所谓的窃盗跟我们一般的窃盗不同 第一个 它必须要挥法的一种情况 而且必须是与被保险以外之人的窃盗 同时它所承保的 不仅是被窃的这个损失 以及包括呢 因为这个窃盗者 为了窃取财产破坏这个建筑物 所造成的损失都包括在内 那所谓的窃取里面 不仅限于夜间的偷袭 还包括抢夺强盗等等情况在内 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 第十二节 地层下陷滑动或者山崩的这个保险 那这种保险我要介绍之前 我要想做一些说明 地层下陷滑动或者山崩保险是起因 当年米迪换电 因为台风所造成的土石流 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产物保险同业工会 就特别设计这种地层下陷滑动 或者山崩保险来承保 因为台风所造成土石流 所造成的一个损失 我们来看它的承保范围 这种保险它所承保的是 保险标的物呢 在附加条款的这个有效期间内呢 直接因非地震之突发 其不可预料之地层下陷滑动或山崩 所导致的这个毁损灭失 在这边我必须要特别强调 前面有提到所谓非地震的这个突发 其不可预料 换言之 如果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突发 或者不可预料的地层下陷滑动或者山崩呢 所造成的损失的保险人是不负赔偿责任的 所以它仅限于非地震所造成的地层下陷滑动 或者山崩所造成的毁损灭失 保险人才负赔偿责任 至于前面所提到的地层下陷滑动或者山崩的事故 在连续呢 72小时内如果发生一次以上的时候 仍视为同一次事故 如同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之所以对这个事故要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是因为为了将来核扣置物额的一个核计算 有一个基础 如果对时间不再定一个基础 将来对如果超过72小时以上的这个置物额 究竟应扣除一次两次注物额的时候 很容易保险业者呢 以被保险会产生的争议 那到介绍的这个地方 我同样的要跟各位同学做一些的补充资料 给同学做参考 我们从上面的说明 所谓附加危险事故的保险 基本上呢它是具有四个特质 在这个特质里面 第一个是在投保方式里 这个方面 如果要投保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那要保人或被保险呢 他必须先投保火灾保险 才可以投保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那换言之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它是一个重契约 必须有主契约的存在 才有重契约的存在 另外呢 要保人或被保险 他可以选择自由来投保 附加危险事故的保险 并不具有强制性 那至于选择的基础 要看要保人或被保险人 他的经济性 经济上的人力的负担而定 第二个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在 城堡范围方面的特征 在城堡范围方面呢 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它所增加投保的是一个损失的原因 并不是在增加保险的标的 那早期呢 对于损失原因呢 附加危险事故保险 仅限于跟火灾 有相关联的这个损失原因 那近年呢 因为呢 社会情况的改变 经济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 已渐渐在放宽当中 第三个呢 在契约的构成方面 我刚刚也提过 附加危险事故 是一个重契约 如果当为主契约的 这个商业火灾保险 或者呢 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 不存在的时候 重契约也就失效 另外呢 在保险条款方面 当重契约的保险条款 与主契约的保险条款 有互相抵触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产生的时候 那重契约的保险条款 要优先适用 以上是我们这张杰介绍的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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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